伦敦大學學院和烏拉圭大學 共同發起了一項研究 發現白天小睡可能有助防範大腦萎縮 還可以增加腦容量 從而維持大腦健康 這項研究中近38萬名 年齡介乎40至69歲的人中收集信息 結果顯示習慣白天小睡的人腦容量更大 相當於將大腦衰老延緩2.6至6.5年 研究發現習慣性白天小睡與更大的腦容量存在關聯 可能表明定期小睡通過補償睡眠不足 提供了防止神經退化性疾病的保護 此前有早期研究表明 30分鐘或更短的小睡可以提供最佳的短期營知益處 而且白天小睡不太可能擾亂夜間睡眠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